萬福島金被撤 製作人搞白色恐怖 仔仔 周雲 敏仁等主演的電視劇 回家年初已殺青 拍攝過程 卻因資金合約問題引迫三折 我不是日本人 我是台灣人 我沒有殺過人 我是一生 該劇描述仔仔飾演的台籍軍醫 被日本徵召到中國打仗 日軍戰敗回到台灣後 發生認同問題 總製作費高達一億五千萬 製作人劉韋慈稱因資金不足 在新聞局同意下 找來大陸資金注入 如今卻傳來原本取得的新聞局 2400萬福島金被撤掉 還得賠違約金240萬 劉韋慈氣的提出行政訴願 表示新聞局 雖已為如期交代為由撤掉福島金 私下傳來公文寫的確是 劇本中三星團軍陣處 二二八級白色恐怖等內容多處 謬誤措置 必只是一個背景 所以你戲劇的元素 你如果用放大鏡去檢視 你我不知道其實這要怎麼檢視 從頭到尾都是劇本的問題 然後到最後它是用時間 把我們幹掉 對此新聞局則回覆 袋子都沒交哪來的白色恐怖 呼籲劇組不要再放話 董新聞台北報導